手工耿本名耿帅 应急在网络上展示众多奇思妙想的无用发明 被人们起了无用爱迪生 发明界的泥石流 无用发明家等众多称呼 其凭借着各式各样脑洞大开的发明创造 得到了众多网友热爱 同时也受到国内外多家媒体关注 耿帅原为河北宝定农村一名汉工 他对记者说 起初本着对手工的热爱 以及对更有趣味生活的向往 并开始在网上用自己的技术 做一些小摆件 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 自己的工作感觉比较枯燥 就是总是一天一天的重复 在一个无意之间 发现现在我们就是网络上 一些手工的小视频比较火 自己比较喜欢做手工 做一些小摆件之类的 跟自己的工作也有关系 所以说就把原先的工作就辞掉了 就是专门在网上做一些小摆件 去网上去拍视频 随着视频关注度的提升 耿帅也逐渐开始有了更多的压力 他对记者说 起初只是知道自己粉丝数量越来越多 再后来开始有人在现实中找他合影 甚至开始有媒体的关注 他便开始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作品要求 可能现在我做的东西也能可能看出来 以前做的制作比较小 一些改一个小的东西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做的越来越复杂 做的越来越大 那时候感觉不能让这些朋友白关注了 我希望说就是关注我的人 从我做的东西里可以学习到一些知识之类的 比方说就是我做了一个 比方说做了一个跑步机 可能他们并不需要这个跑步机 但是他们可能需要这个调速器 他们以后制作什么东西需要一个调节时间的 他们可以利用上很多技术都是相通的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可以说简直自己需要的或者是感兴趣的去学习 记者注意到耿率发布的大部分视频是三到五分钟 耿率对记者说为了展示更好的奇思妙想 视频内展示的作品往往都要花费数周的时间去实验 最长的一次甚至历时近两个月 我现在传达就是说我的创意 我的快乐 我做一些我的东西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灵感之类的 主要是这样 我希望我就是希望我能想象说 他们在看的时候微笑的样子就最好了 是看完之后感觉确实 没白浪费这几分钟 是这样的 现如今手工梗也办成了自己首次个人作品展 他对记者说 希望多给喜欢自己作品的网友 提供一些近距离接触自己作品的机会 让大家了解自己无用作品的有用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